你想成功,你一定要记着,听谁的话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 没想到我在一个训练会议上,我讲了这句话 这一次我妹妹到了韩国,让她上来讲一段话 她讲的这一段话,让所有的人觉醒 我妹妹就讲说,我姐姐讲这句话,给我的感受最深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话,从我身上是做过的 她说26年前,我姐姐进入安利 我姐姐一直跟我讲安利好,可是呢 我很孝顺妈妈,因为我跟姐姐在家里都是妈妈带的 所以呢,我不选择听姐姐的话 我选择听妈妈的话,因为我妈妈跟我讲 要去害人,安利,如果害人 你千万不要去害人,你姐姐已经变神经病了 各位,我妹妹说,她就是选择听妈妈的话 而不听我这个姐姐的话 想不到26年后,她今天终于来了 现在她不但来了,带着她的存家 是因为我妹妹讲了这句话说 26年才,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走进来呢 她说,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姐姐的改变 看我姐姐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最最重要的,我姐姐这么平凡的一个人 居然可以帮助千千万万人成功 所以她来了 然后她讲了一句话说 各位,你今天不来 难道还要等26年后吗 她强调这句话说 在成功的路上 听谁的话,才是最重要的